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啸 第1046章 西界 离开凡人界之后 莫无忌一时也无心修炼 他刚坐了一会儿就听到外头传来了剧烈的嘈杂声音 莫无忌疑惑地伸展出神念了 随即就看见涅槃西楼之外 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每个人都显得非常的彷徨和精俊 怎么回事 莫无忌正想离开房间出去瞧瞧 昆运却漫不经心地走了进来 昆运 我知道你真的很强 但你进门之前能不能先敲个门 真是拿你没办法 本事没什么 屁规矩一大堆 昆运说着 还真走到了门口敲了一下门边的进阵 我可以进来了吗 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吧 莫无忌十分无奈 他虽然是神阵无忌的王者 但在昆运面前 他这点阵道知识 就好比萤火与昊月争辉 昆运呵呵一笑 走进来坐下说 你看见外面的骚动了吗 看见了 怎么回事 因为不久前 神族有一个河神强者领悟了一道神通 他在神域朝边缘施展了一次这神通 结果一次就斩杀了数十万的神域修士 其中还有一名神王 什么 莫无忌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是真被这消息震惊了 一个神通就能斩杀数十万神域修士 甚至还包括神王在内 这是什么神通啊 如果说神族强者对低界面的星球动手 一次灭掉亿万修士 莫无忌也不会如此震惊 因为这个时候 强者是可无视低界面的天地规则的 但是在神域 天地规则坚固 再强的神通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 超过这个范围 直接就会被规则所涅化 也就是说 大家再强 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 何神不过比神王强一个层次 居然这么厉害吗 我没有骗你 我在外面打听消息 正好撞到这神通 没办法 只能先回来了 昆运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无所谓 到底是什么神通啊 莫无忌有些担心 这种神通 一次就能斩杀数十万修士 如果接连不断地施展 别说神域了 神鹿也会被灭掉啊 昆运显然知道莫无忌心中所想 他魂不在意地说 也不用担心 此人领悟了这种神通 施展一次已经非常吃力了 接连施展 他还没这本事 当然 有了这种神通 可以肯定神域这边和神族那边的争斗 一定是会处于下风了 你还没说是什么神通呢 莫无忌盯着昆运 他很是在意这个神通 叫足诏术 这神通本就是神族的顶级大神通 只是大诅咒术 莫无忌惊声打断了昆运的话 他听说过这个神通 没想到这个神通并没有被他灭绝 仍旧是到了神族 昆运冷笑 大诅咒术 哼 别做梦了 不过是个小城的小诅咒而已 没什么好惊讶 小城的小诅咒术就这么厉害 那大诅咒术 莫无忌说了一半 已经不敢再想下去 那大诅咒术 岂不是能直接毁了整个神界 昆运呵呵一笑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那都是多余的 在这种规则之下 神族的人能领悟小诅术 已经算是妖天之性了 我想那家伙 一定是绝世天才 想要领悟大诅咒术 恐怕是绝无可能 这诅咒术 是不是宇宙教第一神通啊 莫无忌听到昆运的话 微微放心了一些 昆运再次冷笑 哼 第一神通 别做梦了 在浩瀚如烟海的神通当中 大诅咒术 也只有神族的人当个宝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更好的神通 昆运 你能不能介绍 几样大神通让我听听 莫无忌赶紧问道 此时请教昆运 他的语气还是非常客气的 虽然在请教昆运 但是他的心里 却是在想自己的七戒指 七戒指 不知道能不能算是大神通 昆运不回答 莫无忌 而是盯着他 把莫无忌看得有些发毛的时候 他才黑黑一笑 要说大神通 你自己似乎也会些毛皮 我会大神通 莫无忌惊疑不已 他肯定自己的什么猎语权 重疾四道 什么空间禁锢 生死轮 应该都算不上大神通 就算是七戒指 纵然威力很强 但是和那小祖宙数比起来 也差得太远了吧 昆运淡淡地说 我在神域行程的时候 就看见你施展了一指 那一指虽然不值一提 但却隐含着一丝一介气息 莫无忌知道 在昆运面前是隐藏不下去了 他索性承认 没错 那是我最强的神通 人世间 人世间 昆运呢喃了一句之后 随后点了点头 不错 好名字 的确合七戒 莫无忌心中一惊 看来这家伙 果然知道七戒指 昆运继续说 你应该有奇遇 得到过神通七戒 七戒神通在我眼中 可远强于诅咒术 只是你连皮毛 都没有出击而已 莫无忌颇为不爽地说 我现在可以施展 七戒指的第三指了 什么叫做皮毛 都没有出击 被你更名成了 七戒指了吗 也不错 你能施展的第三指 那是因为你修炼了凡人道 否则你连第一指都施展不了 真正的七戒神通浩瀚无边 伸手之间翻天覆地 撕裂宇宙星辰 也不过是手指间隙 你能做到吗 莫无忌沉默下了 他知道昆运说的应该是真话 这种事情昆运没必要骗他 很快他就站了起来 对昆运一抱拳 还请昆运指点 昆运哈哈一笑 指着莫无忌说 你太实力了 我比你的前辈都要前辈无数 你一直叫我名字 现在有求于我 让我指点东西 倒是昆运昆运的叫起来 那我就告诉你 不指点 莫无忌没想到 昆运还蹬鼻子上脸 他面色一棱 既然不指点 那就请出去吧 我要修炼了 昆运摸了摸鼻子 无语地看着莫无忌 你该不会是 反悔我们之前的合作了吧 什么反悔 十年还没有到 现在我要修炼 哈哈哈哈 我指点你呀 你的七界神通 不只是从哪来 只有七行 没有真正的规则 你的规则 不过是借助了 你的凡人道而已 你的凡人道 没有大成之前 你的七界神 一直不会有多大突破 当然 等你凡人道大成 你的修为也大成了 七界神 用不用都次要 所以我才说 你的七界神 修炼得不得其法 昆运心里也担心 莫无忌不讲究人品 这家伙 可是他寻找了 好多年的呢 那如何让我的七界神 有真正的威力 莫无忌赶紧问道 他可不会放过 这种机会 昆运指了指虚空 有一天 你能找到七界神 在七界神上感悟一番 然后再分别去七界感悟过后 你的七界神 才会有机会 领悟到其中真谛 七界神 莫无忌早已去过两次了 昆运点了点头 没错 七界神 别问我七界神在哪 如果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明白了 能不能告诉我 有哪七界 莫无忌平静下来 他知道七界神 但也不会告诉昆运 昆运扫了一眼 莫无忌 你跟在我后面 实在是便宜你了 告诉你也无法 人界 明界 仙界 神界 暗界 造华界 这只有六界 是七界 你眼里只有六界 是因为你修为不高 感悟不够 等你修为到了 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七界 昆运毫不在意地说 莫无忌心中不屑 不就是皇帝的心装吗 你不知道我也懒得在问 不过 为何没有妖魔 我说佛鬼 修罗等线 莫无忌来自地球 他可知道 七界根本不是昆运所言的七界 所以你的境界不够 打到无边 当你最终走到极致的时候 何来妖魔种族之分 昆运白手打断了莫无忌的话 你还有没有问题啊 见莫无忌不再反驳自己 昆运很是得意地说了一句 莫无忌摇了摇头 没有了 有些问题 也不好现在就询问这个昆运 比如他想要回到仙界 比如他想询问一下 自己到达神域的地方 和昆运的石海有什么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可以以后慢慢问 既然没问题了 那我们去修炼吧 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去处 哪里有无穷无尽的混沌神灵器 看样子 我定的十年时间都有些长了 昆运黑黑一笑 莫无忌并没有动 只是平静地说 外面神族强者施展小祖宙说 你有办法抵挡 我可没有 神族的强者施展小祖宙术 就是要将神域修士 全部赶出神域朝边缘 把这些地方的修炼资源 让给神族来修炼 如果你连这个都害怕 我找你合作 恐怕是个错误 再说 你身上的修炼资源 修炼一点少一点 不如和我去发财 莫无忌本想用自己身上的天地 规则圆丹和天地炉中的棋息修炼 听到昆运最后一句话 倒是心中一动 他随口问道 去什么地方 吴叶林 昆运突出了三个字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